本地约有6成的熟市摊位在过去5年使用电子付款 为了鼓励更多的摊贩加入无现金行列 政府将会延长商家交易服务费的补贴到明年底 那么一来将能够减轻摊贩使用电子付款的费用 记者 图建强报道 位于物落北一街第216座熟市中心 约8成的摊位提供无现金付款的选项 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走访熟市中心时说 政府明年将会继续为摊贩提供使用电子付款的费用补贴 这是政府最后一年提供这项补贴 这个补贴会在今年年底停止 可是我们受到很多摊贩的踊跃的反馈 很多还没加入这项目的摊主们都希望加入 所以我们决定延续多一年到明年年底 给那些还犹豫不决的摊主们多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陈杰豪指出政府从2018年开始提供这方面的补贴 首2万元的电子付款交易 政府承担0.5%的商家交易服务费 因为疫情的关系补贴计划延长三年 如今再延长一年 陈杰豪也说在摊主乐学数码计划下 过去5年超过1万1千个摊位 为顾客提供了无现金付款选项 今年8月共有540万宗的电子交易付款 全额达到4500万元 比三年前增加了约15倍